Hello 各位同學 又是我 DSE 數學聯盟 如果有追蹤我的頻道的朋友都知道 我會不時分享一些自修生的經歷和注意事項給大家 因為我以前也是自修生 但因為我自修的時候可能是幾年前 坦白說可能會有些代溝 所以我特意找了一位在今年應屆考完 DSE 而且可以在今年的自修生上來分享一些溫習的心得 或者做自修生的生活中有什麼要注意的事項 他叫做阿聰 阿聰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Hello 我叫阿聰 我是2019年的DSE Retaker 我大概說一下自己的分數 在2018年我六科的成績是21分 但不幸地英文實在受得Lv.2 而2019年Retaker之後 我六科升了4分 即是Best 6 有25分 英文也得回Lv.3 首先恭喜你 因為升六分對一個自修生來說 六科升4分 對不起 六科升4分 對一個Retaker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升幅 坦白說 有些Retaker我認識的 可能升1分或升2分 那麼升4分也真的挺多 阿聰不如你說一下 當初是去年的時候 為什麼你會選擇Retaker這條路 我想先說一下自己 其實本來是去年在大學上讀什麼課 我想讀護理學 那時候也想在護理界 想投身護理學行業 希望自己 如果我的成績 如果Best 5 有20分 起碼可以選擇一些 接近收分的學院 例如公開大學 動畫學院之類 但是英文收了一手 我沒有選擇 我唯有可以選擇 副學士或高級文憑 有關可以進入護理學的課 或者一些 醫罐局的登記護士課程 其實我都嘗試過 由7月至8月期間 都已經申請了不少 都收到不少的面試通知 但都可惜一一落選了 那時候也有看開這個YouTube頻道 都知道 DAC數學聯盟 有幫助自修身補數的途徑 而剛好我自己的數學成績 只有Level4 四級成績 其實我本身數學在學校的成績 都算不錯 都預算可以拿5級以上 但是這個成績對我來說 我都開始失手了 所以自己希望在數學科 可以進入1-2分 對我Retake這條路 有更大的優勢 可以更大機會 可以進入護理學 恭喜你 因為以你目前的分 Drupass裡面 有很大機會 可以進入offer 我親自排位 我看過的排位 你都應該一定有輸讀 恭喜你 Retake這一年 其實實際上是沒有一年 可能9個月 再有時間 那你溫習也好 又或者其他生活上 有沒有一些特別困難的地方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分兩部份 一是學業 另外就是自己的心理壓力 先講一下學業 除了Retake數學之外 英文就一定 沒有辦法避免 要Retake英文 另外我自己 聽完Owen的建議之後 也有拿通識 作為Retake的一科 因為我本身通識只有Lv3 我都打算碰運氣 嘗試一下 然後再讀多科 我的選修科科 都打算碰一碰運氣 看看可不可以 由四級升到五級 那在Retake這四科 其實對一個字 手勢壓力都不少 因為 你要把原本 九個月的時間 一一拆分 變成四科 其實平均來說 我每一科 只可以投放兩至三個月左右 但是 因為 因為我 外於我英文 一定要升到Gray的緣故 我沒有可能這樣去分 我一定會把最多的時間 放在英文上面 所以 經過自己的考慮 和Owen的建議之後 我都打算 通識是半裸去考 即是說 看一看雞精書 就去的了 或者可能 做一兩年 就去上了 就不管那麼多 所以 都 主要把時間分 在英文數學 其次才是 化學和通識 所以學業壓力當然不小 因為 我除了補Owen之外 另外 自己外面也找了兩間 補習 補我 英文 和 化學 我都浪費了不少時間 另外 方面 講到心理壓力 其實 除了家人 或者朋友 給你壓力之外 家人說 可能他會覺得 如果你當初 你最好 一組入組就好 為什麼 又要浪費時間 又要找一些 兼職去做 去維持 你現在的 Retake的路程 這也是其中一個 壓力來源 然後 其次就是 當你見到朋友 進入大學 或者自己大專心 的時候 你自己的心裡 都很羨慕 你會覺得自己 為什麼 當時不再錄 可以和他們一起玩 都會給自己 一份額外 來的 一些 無力感 一些挫敗感 另外 我覺得最大壓力來源 是自己 因為可能 你會覺得自己 會很自卑 會很挫敗 為什麼 自己當初 做了一點點 會不會我完成 這一分 我就可以 踏上大學 這條路 當初 初期 從七月到九月期間 我自己都 給自己不用壓力 都有不開心 都有 有頹目 都試過不讀書 真心說 真的 兩個月 沒什麼心機去玩 所以 這些就是 我所想說的 我自己面對的困難 剛剛阿聰說了一件事很好 我都想提起 Retaker 很多時候 Retaker 剛才決定重考 的時候 他會覺得 有一年時間 好像很多 但實際 你計算數 你拿多少科 你除去 其實只有幾個月時間 所以 其實不是真的 你想得這麼多 如果有Retaker 看這段影片 看完 立刻去溫習 開始準備 不要等到九月開學才開始 剛才阿聰也提到 Retaker 會面對不同的壓力 坦白說 這個我也試過 家人也好 朋友也好 甚至一些老師 都不建議你這樣做 我也試過 你後來自己 有沒有什麼方法 去輸壓 或者去克服這些壓力 除了一般的社交之外 大家知道 你中學朋友 始終 大部分都會跟你一起 繼續相處 無論 你入了大學 或者你工作 之後 其實中學朋友 都會跟你繼續相處 所以 我都會有時候 他們都會約我 或者我會約他們 出來吃吃飯 看電影 做口運動 例如打球 游泳之類 這些都 會經常去做 另外 如果真的要說到 釋放壓力的話 對我自己熱言 我認為音樂 和運動是最好的 首先 因為 你要知道 Retake 這麼長時間 不可能一直留在家 24小時 除了溫習 看電視 吃飯之外 不可能一直留在家 你無論如何都要出力 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另外 你也知道 Retake 生活 如果令自己身體不好 都會影響自己的效事表現 所以做運動 去提升自己的抵抗力 其一 聽音樂 去排遣 受水 令自己的抗壓力提升 又是其中一個 令我可以去排走那些不開心 或者 經常想到自己很自卑 令自己不開心的情緒 都非常有莫大的益處 我覺得 阿聰剛才提到 運動 真的Retake 過才會明白 因為 你整天坐在家 身體會變差 明顯 以前你上學的時候 你也可能 一個星期有一堂PE課 但如果Retake 你不做運動 真的沒有人逼到你 所以 記住 好的身體都很重要 我自己做Retake 那年 我就是少了做運動 所以我真的生病 所以 建議大家Retake 適量的運動 也是需要的 阿聰今年就升了四個級別 非常好的戰績 首先 英文那裡 你是由 本身不合格 變成合格 那有沒有讀書的心得 可以和大家分享 坦白地說 我自己英文的底子 真的不好 我拿到不合格的成績 我都覺得 是 我自己應得 雖然這樣說 不太好 但我知道 我真的 在英文科 真的沒有自己最大努力 當初 在初中和高中 真的 打算 敷衍一下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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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努力去找歌 我覺得 在這 九個月的時間 大概 其實我真的 大概用了一半的時間 都在英文上 我覺得 當然我都很開心 自己拿回合格的成績 但我覺得最重要 就是找到一個適合的補習老師 是另一個 令你升級的原因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 如果你本身英文底子好 你靠自己去做一些雜錯 你由三升到四 甚至升到五 不太困難 但對於一些英文底子不好的同學 我覺得 有必要找到一位補習老師 或者給你一些適量的習俗 才可以讓你打好一些基礎 讓你有一個動力 去明白自己哪些卷衝得不好 例如我自己的作文真的不好 我自己的文章也做不到 但是 我找了補習老師 去指導完之後 我的作文的水平有所提升 可以去回10至12分 而從結果所見 其實我的英文的作文的分數 是有LV4的 所以 作文是令我升級最重要的原因 對我來說 我不知道其他同學 有沒有自己 找英文的自己讀書心得 或者一些老師幫助他們 但如果一些底子不好的同學 我想提醒他們 找老師真的很重要 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 我自己也是做補習這項 雖然不是補英文 但是 可能你會覺得 我有些少少黑銷 也是這樣說 如果你的底子真的差 找個人 告訴你 街上去做 是會試半公倍的 這個 好像很黑銷 但是 油沖地說 有些錢 就真的未必可以省 我自己覺得 但當然 在這裏賣一下廣告 就是 可能一些經濟負擔不了補習的同學 你跟著這條頻道 都會有很多很多免費的資源 你會獲得 包括就是 我的IG 可能每天都會鋪一條MC 又或者 可能一些 例如你看這段影片 都是不會收錢 接下來還有很多不同的 數學的 應時攻略 的影片 都會陸續推出 所以 是 補習是重要的 我也覺得 但如果真的經濟負擔不起的話 我也想盡量在這個YouTube頻道 再繼續發負一些免費資源給大家 我也知道這段影片 非常廣告的感覺 我們就不多說這個話題 我想問一下阿聰 始終今天你才是主角 那 有沒有一些忠告 又或者鼓勵性的說話 跟明年未來的同學說話 跟未來的同學說話 我始終 雖然有自修 有自修的經驗 但是 忠告是否太多 因為我也不清楚 看這段影片的同學 對於自己的未來工作發展方向 或者夢想 有什麼想法 始終 入大學 真的不是唯一的出路 只不過是我自己愛於 我想在匯理界 投身於匯理界 所以我才決定 在大學這條更好的路 去體驗更多 去做到更多 例如同學想做一些 非學術性的工作 例如一些音樂 或者一些藝術工作 對於電影工作 其實讀大學來說 對他們沒有什麼幫助 反而去投入這個行業 去吸收更多經驗 就最好 但是如果大家 決定retake的時候 是想透過大學 這條路去實踐自己理想的時候 我覺得 認清目標 是最重要的 其次就是 找到讀書的方向 首先我講大一點 認清目標 要知道自己為什麼 想讀這一科 讀完這一科 想做什麼 你才會有這個動力 去迫使自己的溫習 假設你真的不喜歡 那一科 你真的為了沙字 就算我被你進入大學 你進入大學 都沒有方向 沒有那個滿足感 你進入大學 都只會浪費四年的青春 或者四年的乾陰 所以是非常重要 其次就是 去找到自己讀書的方向 或者目標 知道自己的缺點 好像我剛才所說 我知道自己的英文底子不好 找補入老師 如果你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例如你也可以找回自己 以前的日校老師幫你 我也相信 現在的日校老師都很好的 就算他們畢業之後 都很樂意去分享一些資源 或者去私底下 收一些時間去幫助 一些想自修 或者是學校重讀中六的同學 謝謝阿沖今天特意來 和我做個訪問 他真的很好 他沒有收錢 他完全是自發的 還有就是 如果有些同學 有什麼問題 都想知道更多關於自修身 問我也好 或者關於問阿沖也好 歡迎在這段影片的留言說 我會幫你問他 就是這樣 今天的時間就到此為止 最後 希望阿沖幾天之後的Juplus放榜 就能夠派出一個 你自己適合心水的提供 多數都有 因為都是我看過的 我覺得很穩固 就是這樣 今天就到此為止 拜拜